从丁青线出发 我们接下来的行程 是沿着317国道向西 到达巴青线 也是从这里开始 由于小薇临时有工作安排 要离开 所以我将开始一个人的旅程 哎 马拉烫 这是在丁青线 哎呀 薇总 薇总很矛盾啊 薇总晚上要走了 薇总明天要回 要回云南昆明了 薇总你这个地板 我也舍不得你这个零号 这么多包上去走 你待会儿你上飞机的时候 尽量拖运 把一些可以拖运的拖运 哎 好了 入到小心 你看小薇落寞的背影 那后面的行程呢 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想起出发的时候是三个人 其乐融融啊 现在只剩我一个人 一个人的旅途啊 已经有点唏嘘感慨 可能天黑才能到巴青吧 如果这一路上 如果这一路上看到有什么景点 也不想再下来拍下来看了 心情有点沮丧啊 只有我一个人 纳曲488 哇 上面山上是什么 好大一片寺庙群啊 好像看地图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一定要拍 这个一定要看 眼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巨大的寺庙群 有着1500年悠久的历史 甚至于这个小县城的名字都是来源于它 这就是丁青寺 和蜘蛛寺一样 它也是雍众本教最大的寺庙之一 建设在布满红土层的高山之上 这样的环境在藏区确实不多见 所以让我眼前一亮 据说雍众本教在鼎盛时期 寺庙群建筑会更加的庞大 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 有无比的向往啊 刚出了丁青县 突然之间 这个叫冰鱼还是叫冰鱼啊 大座 这一路上风光虽然很好 但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可看着了 天气太恶劣了 迎面就是那个 应该有两毫米左右直径的那个冰鱼 直接砸在玻璃上 刮也不是不刮也不是 砸出一刀一刀的血痕 太凶残了 现在来感受一下外面的血有多大 要不是知道去八清这一条路很好走的话呢 刚才在京青县跟当地的老板沟通过 知道这条路很好走 我是绝对不敢 在这种天气急需走未知的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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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大的雪 是不是该等一下 等雪过 我能见度一百多米啊 我把你好看 冰渣子在玻璃上跑来跑去 还有一百九十七公里 然后外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 出了路什么都看不见 翻过了山口之后 天气突然开始亮了起来 天空突然开始亮了起来 前面那一片云散开了 雪也开始明显的一点一点的变小了 这才让我心里面那么慌 那又是牦牛真的不怕冷啊 谁先过好 你看隔壁那车一点礼貌都没有 你让牦牛先过嘛 那对牦牛这么凶 对人肯定不好 牦牛那么可爱 怎么可以下牦牛 彻底翻过这儿山之后 天气突然亮的让人发指啊 地面反射的光让我眼睛都睁不开往西走 而且这里非常的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是从这边来的 那边呢 就是我过来的方向 就是下那个暴冰雨的地方 这边是一片雪原 真的非常美 特别是这边的远方 那个黄色和白色 雪莉参加在一起 很漂亮 心情突然就好了起来 突然就不想念RV了 原本呢 我想着天气变好了 我车速就能提快了 可是翻过山口 超级强烈的太阳出现在了西面 照在湿润的路面上 反射的光特别强烈 这边是刚下过雪 对地面还是湿的 现在那片雪云飘到丁青那边去了 可能是去追小威了 这么想就对了 这么想对了 应该是去追小威了 看来后面我认识是好天气 这个哇太自然了 不行不行不行 哇前面有一个很奇特的建筑 再来过去看一下 真的好壮观 在一个山尖尖上有一个寺庙 就在雪山脚下 前方的雪山脚下 有一个尖尖的小山包 上面建设了一座孤零零的寺庙 结合查阅资料和询问当地人 我才知道它的名字叫扎西烈斯 它不为大众所知 但是在寥寥的吹烟和天光的丁达尔效应之下 尤其显得神圣而高洁 只可惜我的无人机此时已经低电量连续报警 所以才不得不返航 这一段确实气候变化很大 而且一路上的人都很好 刚才我在那边放飞机的时候 有一个藏民带了两个小孩过来 看我放飞机 看两个小孩场只要吵就要看 他就一个抱一个 他抱起左边这个右边那个就吵 他抱起右边那个左边那个就吵 后来就一只手抱一个抱得好累 我后来就蹲下来 我就蹲下来给他们看 这样他们就都能看到了 然后一路就问我去哪里啊 我说要去八清 他们说好远的 我说我飞机快没电了 我现在回来了 他就说去我们家里充电啊 我说就一下充满充好久 他就说那去我们家里喝茶 我说我要走了 赶在要赶路 他就说那你又没有带热水 我家里给你添点热水 真的是非常好 过了尺独镇之后呢 天气又开始边岸 开始下起了小雨 这是今天一天啊 从早上的晴空万里 到中午的多雨 再到下午的阳光下的飘雪 然后和小微分离后的大暴风雪 到后来的破晴西照 一直到现在太阳落山后 开始下起了小雨 我都不知道在晚上 还会有什么天气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 青山高原的气候 现在天已经基本上 就有一点亮了 然后我转回这个山口呢 突然天下就大亮了起来 是因为前面出现了一座雪山 它反射的灯 这应该就是 布加雪山群的一角 布加雪山群是 在317线上 一座一片巨大的雪山群 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冰盖 发育了十多条冰川 在向四面扩散这样散步着 每一条都很值得看 也有一些徒步路线 但是这里到现在 所有的景点都是 算是野的 也就是没有被开发过的 来这里的 或者是对这里比较了解的 那都是真正喜欢户外 喜欢旅游的爱好者 像我这样呢 只是知道一点点 但是具体对它也不是很了解 这一次确实天气也不好 所以只能把布加雪山群 以及它周围那几条 宏伟的冰川留给下次 现在这里是斜拉山 斜拉山就是这样 然后又下起了 这个根本就不是雪 也不是雨 这是那个冰子冰粒 所以刮也不是不刮也不是 因为你不刮你看不清楚 你一刮呢 它会把在表面斜成一层薄冰 你再刮那个就咯咯咯的响 也很麻烦 开始太阳晒化了 现在又待会越过去 要搞出一层薄冰了 斜拉山就是一直都是这样 那种弯弯区区弯弯区区S型的发脚弯 但是政府们给力啊 在它的山顶的这位置呢 打通了一条超长的隧道 如果没有这条隧道呢 这条行驶317的时间将会延长半个 就是这一段路就会全长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正是因为这条隧道缩短了一大很大的一个时间 现在可以看到外面全部都是白色了 就是我们海拔已经又抬升了 现在又是四千好几好几百了 不过我感觉我已经完全适应高原了 基本上只要不要突然带到那种封顶的位置啊 六千米以上都不会有什么一塌大问题 没有什么感觉了 这样转转着好难受啊 速度起不来啊 这样转 而且不敢开快 路面估计看着是湿的 实际上就是一层冰 转弯转急了就会有点滑 终于到了斜拉山特长隧道 这里还有一条路往那边去的就是老路啊 老路的话就要多多走很久了 这条是老路 我们现在进斜拉山特长隧道 这里是没有电的 所以它没有 哇这里是 哇终于没有下雪了 显示还有两公里 尺寸隧道 而我使进来就肯定有两公里 所以应该是四到五公里长的隧道 一条笔直的四五公里长的隧道 很舒服 出去又要经历暴风雪了 这边好像没有哦 没有暴风雪天气晴朗 晴朗的屁 这边就是云比较薄 所以天气特别亮 你看到蓝色天空有点发蓝 那就是云比较薄 所以这边比较亮 真的是穿过一个牙口 这一座山的就真的就不一样 气候就完全不一样 现在是八点二十分 还是亮的 但是天气已经很好了 我会往这边开 这边天上的云越少 那又知道天气越来越好 果然 那些雲都是追着小微去的 一想到这里我就很欣慰 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前面的雪山区 这边应该不是布加雪山区 那边也在这边 在这个方向 也就是我刚才经过的八达乡 那边是有一个路口进去 那里是进布加雪山的 现在正在开发的一条旅游线 但是那个并不是去看那几条 著名的冰川的 而是去看那里面 有一个名字很奇怪的一个 当然也很值得去了 就是它这个整个布加雪山 它往北线还可以绕过去 整个布加雪山 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游路景点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它被开发的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 它如果被开发了 你会就会好走很多 关注我的行程 开始你的旅程 身体和心灵 总有点多在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